大家好 安捷的全球现场 我们立刻带你来看这最新画面 后面上你可以看到 这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美国总统拜登 两个人在经过 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谈结束之后 在台湾时间早上 大约是7点20分左右 一起现身 在这个习拜会登场的地点 就是费罗利庄园来散步 但是这个散步的行程蛮短的 媒体前后大约只拍到 大约一分钟的画面而已 好 后面上你可以看到呢 当时两位元首是肩并着肩走出来 而且是面带微笑的 似乎是在进行交谈 甚至这个过程当中 拜登一度还指着旁边的景色 向习近平来介绍 但是镜头当中是没有拍到 有口译随形 而拜登看到媒体之后 他先对着媒体挥挥手 两个人走进媒体记者时 当时就有记者问到说 关于会谈的进展如何呢 好 拜登当时是竖起了两根大拇指 接着说很好 感觉上是这个比赞的动作 似乎对于习拜的会谈 他是蛮有信心的 好 同时间呢 这个拜登也跟媒体持续挥挥手 两个人就上了阶梯 然后画面就在这边中断了 也显示中美双方对元首的 这些行程是格外保密的 而随后的行程原定 大陆外长王毅要在台湾时间 今天早上8点钟举行吹风会 也就是要介绍习拜两个人 到底谈了些什么 但是这个行程已经被取消了 而拜登预计也原本说是要在8点20分左右的时候 要举行国际记者会 但现在看起来这个记者会也是往后推迟了 那稍晚有任何最新的进展 都会在持续为您连线报道 好 当然这一场习拜会是全球都很瞩目的 是在台北时间 大约是今天凌晨2点45分登场 中美元首是睽为一年再度会晤 而现在根据外电的报道 拜登和习近平是经过两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就结束了 其实原定表定是四个小时 但是谈了两个小时是比预期的还要早结束 好 那在这个习拜会谈之后呢 拜登他也趁着空档 他在他的推特上发文 他说会谈是取得真正的进展 而拜登他也说他很珍惜今天的谈话 因为他认为清楚了解到 对方是至关重要的 特别是领袖对领袖 那中美现在面对的是全球新的挑战 需要两个人共同来领导台 认为今天的对话是非常有进展的 取得了一个真正的进展 好 另外要来看到的是呢 在这个习拜会谈之后 其实双方来进行工作午宴 好 除了拜登跟习近平之外 也有两位中美高层高官 也陪他们一起 所以是三对三的这个午宴的工作午宴 那现在午宴的菜单也曝光了 好 来看到的是呢 包括了像是有意大利的饺子 还有炸朝鲜禁 然后这个主餐主食是烤鸡肉 另外还有金色米手抓饭 那食蔬当然是不可少的 另外甜点的话则是满美国风味的 像是这个杏仁蛋糕 还有奶油果仁糖果 可以说是这个佳肴的安排部分 是蛮有美国道地的特色的 好 拜登是在台北时间 今天的凌晨将近三点的时候 是在旧金山费罗利庄园 这边迎接到访的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接着就进行了 大约两个小时的闭门会谈 但你来看这稍早的画面 这是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到这个费罗利庄园的时候 可以看到呢 这个拜登是亲自的上前迎接他 而且两个人是先握手 然后简短寒暄聊了几句话之后 再进入到会场 好 习近平当时是搭乘着 他特别中方特别的安排 先在这个习拜会 APAC的之前 他们就先从中国大陆这边空运到 旧金山 习近平专属的座驾 也就是防弹座车 红旗N701 然后习近平下车之后呢 其实拜登已经先在费罗利庄园门口 这边等待习近平了 好 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脸上都是带着微笑的 那当时候拜登他也向前握手致意 两个人握手寒暄之后 简短谈话 那就进入到会场里头 好 上面上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呢 这个习近平他是从他的防弹座车下车之后 然后拜登就在现场迎接他 好 两位元首今天的穿着都是蛮正式的 拜登是打上深色领带 另外习近平他是打上深红色的领带 随后就进入场内 不过两个人其实蛮有默契的哦 一起转身对媒体挥挥手 而且再度握手 其实这个中间的表现 拜登也算是有点暖心啦 因为呢 他身为东道主嘛 让习近平先走在他的前面 而且他还用右手轻轻扶着习近平的背后 那示意先让习近平先走 先进入到会场里头 其实这一场峰会外界都在聚焦 因为他是继去年11月份 在印尼巴厘岛的峰会之后 拜登上任之后 两个人的二度会晤 当然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 再加上中美进来 这关系呢 每况愈下 接连在很多的领域都互相搅励 所以这一次的谈话 有没有谈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共识呢 当然也都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好 说到这一次西拜两个人谈话 谈了些什么 现在根据大陆官媒新华社 他们稍早释出的 习拜会的最新内容 包括了两位元首 是针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还有方向性等等的问题 还有世界和平的发展 来进行坦诚且深入的交换意见 另外也谈到的就是中美关系 还有经贸议题跟世界局势来对话 好 重中之重的这个台湾问题 现在双方都有不同的表述 但是要来看的是 习近平再次跟美国总统拜登 重申台湾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 他要美方具体表明不支持台独 停止武装台湾 要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而就在习拜会的会谈前夕 习近平他其实在开场的引言 他也再次重申地球之大 是容得下中美两国各自发展的 一起来听他的说法 上一次会面是在巴厘岛 一年又一天 这一年来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世界走出了新冠疫情的大流行 但疫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在 世界经济开始复苏 但动力不足 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干扰 保护主义抬头 这些问题十分突出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 要放在世界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和谋划 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为人类进步展现担当 五十多年来 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这么两个大国 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也是不切实际的 冲突对抗的后果 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我还是那个看法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 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 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技术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这是客观现实 但是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完全可以超越分歧 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知道 我坚信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和总统先生是中美关系的掌舵者 对人民 对世界 对历史都担负着陈甸甸的责任 我期待今天 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 方向性问题 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新的共识 太阳星全校客废 有一身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